大妈满回期待直奔大一来乡亲 结果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孤感 当场就后悔了 便宜人生活就得有夹杂的猪食卫吗 老铁们还记得这位老实本分 踏实能战的齐湛江大爷吗 自从齐大爷电视相亲后 很多大妈都相中了他 看那个乡里相亲这个台 看见齐湛江 就相当看见老头挺好的 看见那个齐大哥的地方 对 相中他哪儿了 相中他挺大方的 赵秀是吧阿姨 齐湛江叔叔 你好 这个齐湛江叔叔 赵林芳阿姨 大妈们虽然像桃圆明世的田园生活 结果却被诸实为一梦惊醒 没待两天就拍屁股走人了 今天又有两个大妈 慕名而来 老天们都来帮大爷把把关 别一激动又给整条大进链子 习大爷在当地那可是想当当的养殖大拿 巅峰时期 轻松玩转几百头猪 一年几十万那都相当easy 虽然现在不比当年 但在村里也是小康家庭 大爷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 就是没心眼 对老伴都是诚心诚意 大爷说了 赚的钱都归老伴管 这也是重大妈妈相中老头的原因 今天第一个跟齐大爷相亲的郑大妈 今年六十七岁 退休金两千一百元 大姐你这个镜子是镜式镜吗 不是 是花镜啊 戴上眼镜像大学教授吧 有气质啊 那是 但是他没有度数啊 没有 就是为了好看 哎呀那个够可爱的了 哎呀 真是文盲看帽子 挺会装模作样啊 别看郑大妈性格活泼开朗 确实一位守了大半辈子寡的单身母亲 三十年前 大妈的丈夫因老出学去世 留下了两个半大不大的儿子 你不知道我们家有八个孩子 我妈 我妈是医生老师 我爸是处长 哎 就家里头条件他们都证明也挺多的 一个月他们给我一百 完了那个我们场上三个月给我一百 我们那时候才挣 他死那家我才挣十九块五 啊 就那个时候 好在大妈有的有能耐的爹妈 帮衬 大妈的工作单位也非常同情 这孤儿伯母 于是也伸出了援助之手 那你在哪退休的呀 嗯 清醒五七年 在那个东风七十厂 五七年 他上了不到一年班 我就回家捕孩子去了 我们厂子同志 那厂长就说 你回家吧 这两个孩子 你背着一个抱着一个 我倒三趟车 挺累的 三月我给你一百块钱 你就回家吧 如今 大妈的两个儿子都已经成家立业 于是大妈决定找个靠谱的老头 一步到外 乡中 请大家 乡大哥了 哎呀 不是乡中 不乡中 问题 我愿意找个农村的 你不知道 我就看着 我这么多年 为啥没找对象 看左右六十的 找找的 那个找的那个对象 都流过水滑的 过了半年 半个月 就就拉倒了 我就喜欢找一个 一次性找一个 科尘的那个 找一个 反正不起眼 是个人就行 就这事了 反正就这事 没电影 这话说的 齐大爷有这么科尘吗 虽说给自己整了个象征性的眼镜 但是我觉得要想装的像 戴着眼镜 咱千万别说话 人好不好 一下就能看出来 我看那个 这个 他贵心 姓齐吗 姓齐 他这人还挺老实 挺好的 完了 我就想跟他俩 好好过日子 我不想 我不想那个 像人家似的 过个一两年 三十年给你拆了 我就想 谁死 谁牵头 那个 就是我的意思 也就是 谁算就拉倒 大妈铁了心 能要渐渐起大呀 摆出一副 不撞南墙 不回头的姿态 毕竟是处长家的闺女 真能适应得了农村生活吗 大姐啊 那你在农村生活过吗 有一阶段 我上德会 一队那个呆了 呆了半年 农村还挺好 空气好 呆了半年是干哪去啊 上同志上的 上那个 上那个朋友家去 向我那个干姐家去 就体验体验农村的生活 哎呀大姐呀 你是去玩 去体验生活 可以你完全到那儿生活 那可是两回事啊 两回事我也能监测 既然大妈心意已定 红娘也不敢怠慢 于是再次登门找到了 其他一家 不咋觉得这次我来的 这个大鹅和那个 大鹅和鸭都比上次多了呢 又养了七八十 又啥呀 又啥给我看呀 我不想往那边走了大哥 快走快走 啥呀 我的天呀 就是用盐水腌的是不是 你要知道他干嘛呀 又要给我拿呀 不行 不行 不拿回去 不拿回去 你先放着 咱先办正事大哥 多腌一会儿 你的等会儿的 放那里多腌一会儿啊 咱办门这块再说行吗 俗话说家财万贯 带毛的不算 两个月不见 大爷家的四头老母猪 都烟难产归息了 猪啥的呢 下胆了吗 下多少啊 下下的是 难产 对于这次的相亲 郑大妈和其大爷 都异常的兴奋 唯有红娘是一百个不放心的 一个养尊主又长大 一个祸心里长大 咋想都不合适 那个是这样啊 你看我刚才跟你的弟弟也说了 你说你这一辈子 小时候知识分子家庭 可以说这家庭出身非常忧郁 然后这一辈子呢 也一直是在咱们这一城市里生活 你农村你去体验过生活 去玩过 去体验过 但是你没真正在那生活过 真的能接受啊 那那个齐大哥 齐大哥家吧 反正那个 他人挺能干的 人也挺好 但是家就皮皮皮皮的呀 其实我也能 他埋着我也能熟识 就这样 郑大妈满回期待唱的小曲 就踏上了寻爱之语 这头的齐大爷也开始蒙活起来 咋呀这个 这外边不能穿衬衫大哥 这咋穿法啊 不行大哥 要么就上这边那个 要么就把里边那个脱了 穿衬衫也跑到脸 对 太稀罕了 不行 去过多少次农村呀 还去过两次吧 不要洗脚 不要洗脚 这我买的 这座也是脚 玩脱光的 没想到齐大爷在史上这块还挺特性 最终在红娘的见下 那件洁白的衬衫还是脱下来了 两人见面后 齐大爷对城里来的大妈感觉一般 毕竟香多了 审美也会跟着提高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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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多少岁了 67了 67了 嗯 手马的 手马的 我手羊的 嗯 我下一岁 我年龄不是问题 我总是 那长相呢 长相一种 一般 一般 但你失礼和 你到能处 他接触不了 能处的生活 慢慢接触呗 慢慢接触 他才能处 他才 嗯 不能接受啊 大妈 达得云半清风 大爷听得忧心忡忡 这老太太是来一苦思甜的吗 能过场吧 小老头 瞧不起谁呢 这个小葱 那个 这个豆角 看硬的 你不认识吗 那我们家院里都重了 我都认识了 大姐都认识了 大哥还高兴呢 他都说对了 对都说对了 但是不重要 关键咱们来农村生活的话 这些东西咱得会重 会伺候他 你会干这些法吗 我哪会议 不会 你还要报菜 我都不会 搁大锅做饭 你都不会 那你咋到能够 做菜也不会 那能处的生活 那怎么忍啊 妈妈学呗 妈妈学呀 大妈的态度倒是诚恨 电视上看到的那些大鹅呢 我说你怎么不养那鸭子呢 不养那个那啥 啥呀 吃肉的 给这儿的 我养过你看 这都小脑 小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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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红是烙的 下大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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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几个卖家 谁要这点 哎呀 没到能处来 这就往年都烟猪 都吃不了 到南府 吃不了了 他是缺心眼祖 缺心眼祖 接下来就二虎八鸡 他不是缺心眼 他是缺个老伴 给他把家 刚到两分钟 大妈就已经开始 对这片阵地 做起了长远规划 大手一挥 这里还缺个鱼塘 挖个大瓷子 养鱼 谁去那挖鱼 挖鱼都没要 哎呀 那个城市 卖的城市 有事 谁让那里去 谁让那里有基地 买车的 买车的 买车能开 在农村一辈子了 啥赚钱 我不知道吗 这可不是你 理想中的田园木哥 好好种地 就是农村人的本分 再来看看猪圈 你那四个老伴不过哪吃的 家高难产 难产 你这卫生搞得不好 你啥能养好 不是卫生的事 不是卫生 这卫生它又并是卫生的事 那也跟视察 是对 它并是跟卫生的事 现在这样本人了 觉得这人咋呀 先说人咋呀 人都不错 就是家里整的太狼狈了 他能不能干农村活 对 说能不能干农村活 干农村活就合法 不干农村活 不干农村活 那就是我们俩就结合不了 一圈下来后 郑大妈的态度 毫无悬念地发生了 180度的大转弯 到后来的时候 你就知道他养 养出什么味儿啊 谁知道 我告诉你 我长大 我妈和我爸是干嘛 我们住的房子都是高楼大厦 屋里都特别干净 特别亮堂 他这 那我得 我窝囊也窝囊死了 这么快就接受不了啊 还没记住看的呢 大哥刚才居然逼一个影 逼一个影 也就是 哎呀 你都没带农村活过 没生活过 能适应呢 你也不是怕你不适应 慢慢适应的 那是这环境不行 是你啥环境 有钱再干一个呗 干啥呢 你听我跟你说 你不干 你吃了我也行啊 啥也不带整天 你记得我这句话 我得苦力说 才跟他说 我就是呢 啥也不带整天 只能留下减钱 不带路 这样天天的 咋说不能这天天的 你听我说 其他意思是 再干两年 就准备搬楼上去住了 再装兴那纯属浪费 不管跟哪个老婆过日子 我这屋里 这一分钱都不知道 都不见 我那就干脆 拉到我 两人相亲失败后 红娘又赶紧安排了 下一个乡种 起大理的李大妈 大妈 今年62岁 每月低薄500元 老家有房 我小元 他伺候他还可以 直接进他了吗 直接进他 看鹅跑了 这要是干好的话 开门就 鹅的啥容易跑出去 三个元 这一圈 要是他的 就是不错 要是不是他的 看到大家整齐的菜园子 让李大妈心里有底 见到大妈起大呀 也找到一见钟情的感觉 进屋后 俩人越烙越对撇死 得知大妈是丧偶的 而且没有不良嗜好 齐大爷更是满心欢心 喜欢程度 已经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唯有红钞票代表我的心 人有 人有眼眉啊 那倒是有 有的战士 都不考虑这些事现在 不考虑 这都是不考虑 你干啥呀大哥 你买的 买啥呀 你买的 连手的买的 那个战士都不用 你买的 咱们过了 过了一年二年 咱们干到那块 咱们有钱了 咱们在买 因为咱们是过日 咱们到家不是来装饰了 但是咱们带也是给你看 不带也是给你看 是不是这回事 我跟妈买那些 项链那些东西啥的 那都没用 有那钱买个猪 鸭子鹅啥养子 比那好 一看大妈 就是实实在在来过日子的 俩人只要心的一起 拧成一股劲 好好过日子 那不比啥都强吗 随后 大妈又提出了 跟让一个大妈一样的要求 这回大也能统一吗 等我过来跟俩熟着 慢慢走 慢慢走 完了那个屋子啥的 不行买点墙壁子 啊行 重新贴一下 贴这屋和贴那屋 贴那屋 贴那屋贴那屋 你先说你贴那屋就贴那屋 咱们那屋都行 可以送那屋了就会了 都可以了 都可以了 这都可以了 啥也不得了 我得鼓励说 贴那屋留着点钱 不得留着点钱的 这一个都可以了 这都可以了 行了 大姐刚才说 她跟你一起把院收拾 收拾 真是王八看绿豆 看对眼了 大妈说啥就是啥 一切值得 也确实值得 听听人家李大妈落的歌 多是在啊 咱们能动的 就是一切是不指儿女 不敢是女天 脑子 再一个六十多字 不要去享受 能动的那时候 去享受啥呀 我就不想靠儿女 儿女 再看大哥的家 还行啊 还行还行 我没说到 我不挑家 咱们来了就是 就是过日子 咱们不挑 哪个不应当 咱讲话条件好了 咱就收拾收拾 这么大院的 也够他经文的 咱就说 这慢慢收拾去呗 两人确定心意后 大妈决定回老家 收拾收拾之后 搬来跟起大爷 好好过日子 遇到这么可心的人 吃人随忍 拿人手短 为了说人住大妈 起大爷还是觉得 唯有票子代表我的心 一般的好的 还得多钱 那个现在先购买 不怕的 你还我不要了 七哥 那个是这事 你不用说还不还的事 这事我不能拿 我说 一般的 我得领的 出手 这盐出手 这从大手 都伸出来 看你 你说的 这个能领出手 那说的 能买的啥 这个我绝对不带拿的 这边心意大姐领了 但是大姐肯定不能说 你这钱 不能少 绝对不带少 第一件面 第一件面 就是领着买 一件金手 就这样玩去 这事 你要那事的话 那一样人都骗死你了 大妈就想找个老是本分的老头 过日子 对几斤几银毫无兴趣 用那钱 再买几头小母猪 多好啊 但是咱不能拿那个钱 我讲来拿那个钱 像多抓一个猪 以后有钱都买上还不行 行 不买耳环 那给你点钱去吃顿好的 我们回长村吃饭就行了 我的心意 你替我找到他 那这个没事 这是这事的啥 怎么都我都能到他 不要我到里面有钱 你拿去 到那里拿来他 这是多少 我得有数啊 有数没数 我不再管你要 听我老话说啊 那个我儿子吧 今天是特意搁家 搁口钱给我送到长村来 送到他们带着台那块 然后我儿子你现在带去姐家呢 我们俩今天得回口钱 这个钱给你放这儿啊 你放你放你 那不行 对大妈相当满意的齐大爷 实在是不知道 怎么表达自己的心意好了 不要咱俩钱 心里实在是没底啊 你可信不可信啊 我这个啊 有件你说的啊 这个吧 我这个就是实话实说啊 这把年纪了 我不挑什么长相 对 不挑什么个头 我就挑的是一个心 一个实在人 这件事的 我跟电视一样不一样 比电视上好看 比电视上好看 吃下大妈给他定性完后 齐大爷稀和八叉 恋恋不舍的看着大妈回家了 快回去吧 快回去啊 齐大爷乡了这么多的大妈 有奔着钱来的 有奔着田园木格来的 唯有李大妈 是奔着跟齐大爷 好好过日子来的 真心恭喜他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 小弟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小卡 咱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三秒钟 by bwd6